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國內手機代購 以下介紹這部手機是來自華為的榮耀X2,即HONNA X2 在14年3月份,華為公佈了X1,大受好評 最主要是在7吋平板方面,能夠支援通話的手機本身不多 而且在售價方面,X1也非常值得玩,所以受到不少效果歡迎 這次推出X2的話,比上一代更加受歡迎 最主要是會加入雙卡雙代功能,以及在CPU的性能方面會好很多 如果有玩過上一代的X1,整體上都非常滿意 但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因為他們的CPU方面相對性能比較差 在這一點要扣少一點折扣 所以這次X2的話,會換上一個新的CPU,所以性能上會好很多 先來介紹這部X2,首先這部HONNA X2 大家可以看到包裝盒,其實跟上一代方面會有一點不同 其實包裝方面比上一代會小一點 打開包裝,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部是榮耀X2 跟機器裡面會有一個火牛,說明書 說明書後面會有一個數據線和刺針 看一看這部HONNA X2的外觀 其實整體上跟上一代的HONNA X1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尺寸方面跟上一代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而重量方面也是一模一樣的 有一點擺位上的不同 從視頻上可以看到,機的頂部會有一個耳筒 另外有一個前置鏡頭和光感器的感應器 至於右邊,會有一點側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Power鍵 另外音量加減的 如果是X1的話,這兩個位置會調轉 至於頂部方面,會有一個SIM2和SD卡的共用卡槽 留意一下,這部機是支援Charge安戴的 但卡2和SD卡同一時間只能選其中一個使用 主要主要底部方面呢 主要有一個小鈴鐺的卡槽 至於屏幕的底部 如果上一代看到的Micro USB 就在中間這個位置 而這部HONNA X2的話會在右邊 至於左邊沒有任何很多儀器 頂部有3.5mm的耳機頭 基本的設計跟上一代也一樣 就有一個1300樣像素的鏡頭 閃光燈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部機會有推出兩個版本 一個是16GB 另一個是32GB 16GB的話大家可以在示範中看到的銀色 相反32GB的話就是金色 這次HONNA X2的話 其實就是第一件事 設計上跟上一代一樣 所有一代這麼受歡迎的話 其實這一代都不會例外 講回這部手機的規格 這次HONNA X2的話 就會用上Android的5.0系統 另外 它的UI方面 用回他們自己的UI 是一個EMOTION的UI 版本型號方面是3.05 CPU方面 今次會提升很多 用回他們華為最新的海獅CPU 型號是930的8核心CPU 觸度方面是4核心的2.0GHz 另外一個是1.5核心的4核心 至於剛剛講過 這部手機是支援商家商代的 跟所有手機一樣 它會支援國內的移動和聯通 是4G、3G都支援到的了 另外2G當然不用說了 另外在香港的話 是支援所有台的 至於屏幕方面 跟所有手機一樣 用上一個VHD的全屏幕 而解針度方面是1920x1200 屏幕尺寸方面是71英寸的 另外這部手機 這次RAM方面會有提升 提升到3G RAM 版本方面會有分16G和32G 以下這個版本就是16G 最高會支援外置的128G記憶卡 至於前置方面會有500萬像素鏡頭 後置剛剛講過 也有1300萬像素鏡頭 另外電池容量方面 跟上一袋一樣 會有5000的非常大的電池容量 另外剛剛講過 其實相機的尺寸方面跟上一袋一樣 就是7.18mm的厚度 剛剛講過 其實這部手機是商家商代的 但是機頂的卡鍵和SD卡 是二選其一的 底方面是用Micro SIM 而頂方面是用Null SIM 看看這部手機 其實這部榮耀X2的話 第一件事 它會用上一個64位的CPU 配合Android 5.0的話 其實效量會有提升 其實Emotion UI 如果用慣的客戶都知道 基本上華為所有手機都會用上這個UI 如果你玩過華為手機的話 其實不會陌生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的主題方面 可能顏色就不太顏色 如果大家平時不喜歡 可能喜歡顏色一點 其實在手機裏面 都可以隨意轉換主題 其實就可以看到這些 顏色一點的主題 至於跟機方面 大家都知道 國內機本身就不會有Paste 但當然 經過我們這邊 國內手機台購買的客戶 我們會幫大家安裝 Google Paper服務 至於介面方面 大家都會很擔心 其實它本身是甚麼語言呢 其實這部Honar X2 是多國語言的 其實基本上 你用開的語言都有了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是香港的 範體中文 另外它就算是範體中文 也有分幾個版本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澳門 另一個是香港 另外一些多國語言都有了 其實華為是非常抵贊的 基本上你買這部機 就不用擔心一個語言系統 甚至日本語言都有了 至於另一件事 其實上一代 剛剛說過 其實性能上 就是X1 比較挑戰的地方 今次Honar X2 其實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安徒度跑分 會有49,985分 因為它們用上 它們自己的 海斯930的CPU 上一代的X1 其實我自己的小弟 其實都說過了 因為它的CPU方面 相對上是一個舊款的CPU 和這個 全新的海斯CPU 是一個完全兩個效能的區別 所以這部Honar X2 其實性能上會好很多 加上用了3GB RAM 如果對比上一代的Honar X1 完全是值得提升 至於其他的 其實跟機方面也是 本身這部 榮耀X2 就不會有太多的 垃圾的Apps 其實都是一些很基本的 比如說 搜狐、百度等等之類 如果大家不需要的話 其實自己都可以 隨時可以刪除 APA檔 其實刷就可以刷走 整體上的話 其實這部Honar X2 都像上一代的Honar X1 最主要就是 加入雙卡的雙待功能 另外當然也是提升速度 以及用上Android的5.0 至於上一代 擁有的服務 其實這部機也會有 比如說 零色一指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多兩下可以拍照 或者多兩下可以拍片 等等之類 其實近期這部Honar X2 都非常受歡迎 而秀介方面 其實都是配合上代 基本上智慧是一樣的 現時這部Honar X2 在我們這邊 國內手機獨口已經有受惠了 有需要的客戶 歡迎聯絡我們這邊 國內手機獨口查准犯 多回大家支持